花友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炎热的夏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在南方很多的地区都已经超过了30度 我们家里面养的长寿花也就到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季节 因为它最怕的就是高温湿热的天气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出现黑腐烂根烂叶的现象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让长寿花安全做下的养护方法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给它修剪一下 把顶部已经开发的残花 和底部离盆土最近的叶片全部给它修剪掉 然后把花盆给它垫高离开托盘 给它增加通风和透气 这样就能够让盆土里面的水分快速的蒸发出去 避免让它的根部长期的处在一个潮湿的状态下 从而有效的避免黑腐 只要是通风好了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各种病成害的发生 有助于长寿花安全的度过夏天 再就是如果当地的气温超过了26-7度 在这个时间千万不要给它曝晒 最好是把它放在通风好阴凉处养护 比如树下或者是有遮阳网的地方 可以见一下上午10点钟以前或者是下午5点钟以后的太阳 在这个时间抓的浇水特别的关键 浇水的时间最好是在傍晚太阳落山以后或者是晚上 因为如果早上给它浇水的话 它花盆的湿度特别的大 白天的气温高就很容易造成花盆内盆土的湿热 就很容易出现曼干的现象 如果是中午给它浇水的话 那么后果更为严重 所以说傍晚或者是晚上给它浇水 盆土经过一个晚上的蒸发 它的湿度就已经小了很多 再就是浇水千万不要过多过勤 起码要看见它的盆土表面发白了 两三公分之内看不见石土了 才能再次给它浇水 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可以反复的多浇几次 一定要给它浇透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严禁给它淋雨 因为夏天的气温特别的高 雨水呢又特别的凉 如果是冰凉的雨水 突然的落在温度比较高的叶片上面 就很容易引起常受化各种的病虫害 比如黑腹病、腹叶病和腊根 如果你想给它浇一下雨水的话 也可以把雨水收集起来 等到常受化的盆土需要浇水的时候 才拿来给它浇 因为大多数的雨水都是成微酸性 对于调节土壤的酸减度有一定的好处 再就是到了夏天 常受化需不需要施肥的问题 当气温超过30度以后 常受化就会进入半休眠或者是休眠的状态 这个时候它就会停止生长 或者是生长的比较缓慢 对于养分的需求特别的少 如果使用的肥料肥效很高 就会对它的根系造成负担 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不需要肥料 可以在夏天到来以前 给它的盆土表面或者是浅门缓湿肥 因为缓湿肥的肥效分解的比较慢 可以持续少量的给植物补充 所需要的养分 完全不用担心会引起烧根 再就是为了避免常受化病菌的清晰 可以每个月定期 给它的叶片喷湿或者是盆土浇灌 切瓣之一的左锦绫绫润 可以有效的预防白粉病和黑腹病 如果是已经发病的话 可以加大用药的浓度 改为切瓣之二 每三天盆时一次 连盆两次 如果是在该部已经发现黑腹的话 只能是把枝条剪下来 重新掀插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特别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